哈喽大家好我是小K 今天要帶大家去吃一個正宗的重慶麻辣火鍋 在我一個重慶朋友家裡面 吃他們自己家裡面 密製的正宗重慶麻辣火鍋 已經到他們家了 你說那邊那麼大一個門 每次都要走這個小門 搞得像小偷一樣的 哇來吃火鍋了吃火鍋了 人呢 怎麼樣我的火鍋 來來來來來 他在裡面炒料 好 好冷啊 好黑啊 人呢炒料的人呢 哇我已經看到我們的料了 其實這個等下要炒的吧 對 好大廚來了 大廚來了 準備炒料 這個大廚 沒錯就是上次我們一起去吃那個 炸雞蛋香的 是你炒嗎 炸雞炒 好你們兩個一起一起吧 這叫火鍋神雕俠女 神雕俠女 哇我們今天菜好多啊 我已經看到了 哇真的 我比較關心的是那裡面的一桌菜 看一下怎麼做的 這個油現在是幾層熱 六層熱 先下的是 蔥薑 還有辣椒乾 下了乾辣椒 等一下還要再用火鍋料是吧 對 那很辣的 這一包是豬骨高湯 對 等一下就是加水就加這個豬骨高湯是吧 對 哇等一下給我吃了碰碰了 叫的就是這種效果 再加入花椒 香料 還有一些像孜然麗的也 現在炒出香味了是吧 對 然後加那個豬骨湯是吧 對 炒湯 現在開始下料了 哇這麼大一塊 是啊 這個就是你們秘製的那個 對 牛油的那個 火鍋底料 我已經聞到這個香味了已經廢除了 然後要加冰糖是吧 你說 對 這個是一個 加冰糖 小技巧 最後加冰糖 滾起來以後加冰糖 是 好了 那現在基本上就可以了 對 看起來非常辣 應該泡點菊花茶來喝 不然這個吃不了了 蒜蓉 蔥花 香菜 香菜多一點 麻油 其實我也喜歡這樣吃 就是只有 只放這些東西 好像四川重慶那邊都是這樣的 對 我不喜歡放太多的那些醬 對吧 因為鍋底味道夠了 是這樣的 主要是為了酷薄的 咕嚕咕嚕 看起來就非常有食欲了 然後我們已經放了一些比較難煮的 讓它先煮久一點 這個鍋底是你們家秘製的 對 他們家秘製的 我現在來嚐一下 如果真的沒有那麼好吃 我會說真話的嗎 可以啊 這是很好吃 這個鍋 我也入鄉隨俗 這基本上大家看這個吧 給大家看一下 加了大概半滿的香油 喝蒜蓉 蒜蓉 我的天啊 因為麻油它是降火的 你確定嗎 對 是的 你吃下去 我們都是蘸這個 正宗的重慶的是吧 對 雖然我們用的是一個鴻鴻鍋 但兩邊都是 紅湯 不光是紅湯應該是大辣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羊肉 我先吃了 我試一下 聞起來就是很辣很麻的感覺 我先你們聞一下 你說這個會降火 對 就是你沾下去就不會那麼辣 你剛拿出來 直接吃下去 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放了一把乾辣椒 花椒 大塊牛油的麻辣糠底 聞起來是濃濃濃的 你們是不是以為吃下去就很辣 但我跟你講 事實上吃下去就很辣 因為我只有麻油 所以說這一碗料 其實是沒有任何味道的 就純這個鍋底 煮出來的就已經很辣很夠味了 哇 我這個絕對算大辣的水平 我覺得 它是純真正的是牛油 牛油是嗎 但是很香 這是牛油做的 現在在這做吃鍋是吧 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是深夜看到 那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肯定會 真的是 其實你知道我不要來吃這一頓 我終於也沒有吃的 辣我到現在還沒有感覺到特別辣 但我感覺到很麻 可能我吃麻沒有那麼厲害 這舌頭的側面很麻 我們吃完火鍋後 還要吃一小碗飯 然後旁邊還有特色的泡菜 然後也煮火鍋一起吃 到加拿大過後 去吃火鍋 我說點碗飯 沒有飯是吧 對沒有 我覺得這個肉煮出來的味道是蠻入味的 我看一下北極貝 北極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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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給他們看一下 好大 超級大的一個北極貝 加拿大這時候 它有什麼比較好吃的 我看一下 幫大家找一找 你說這個香菇會不會超級的 會 我不讚我試一下 你不是讚他們完全味道不一樣嗎 說不一樣 其實味道都差不多 但是沒有麻油的香氣 跟扇中的香氣 香氣會差一些 午餐肉 越煮越辣 越煮越入味這個扇 燙不燙 好燙 是不是那種非常燙非常辣 又想往嘴裡送的那種感覺 我非常想 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下這個 豆芽嗎 對 這是我自己泡的 對呀 我剛剛一上來我就看到 我說這盤豆芽怎麼那麼奇怪 大家看一下 你們家鍋底也是自製的 連豆芽也是自製的 試一下 好小哎 自己泡的綠豆芽 泡了三天 三天早那麼快 對三天 三天八成 吃一個墨魚丸 墨魚丸 墨魚丸總不會是你們家自製手打的 墨魚丸還不錯 沒有那麼辣 豆泡很辣 豆泡非常辣 你吃肯定超級辣 我要在你眼 哇好吃是吧 哇 你們從小到大都這麼吃了重慶 我很好奇是你們吃那麼辣 但是我所見到的四川重慶的 女孩子其實皮膚相對還是比較好的 這個很難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潮濕是吧 對是潮濕 對有霧氣 一直是面膜的感覺 對 就是震動裡面的那種感覺 剛才期待的豆芽 怎麼煮出來變成這樣的 這太小了吧 泡了三天 我建議一下多泡再多長一點 太小了 品種不一樣 我去超市買它很出一顆 很出都沒有味道 嗯 這個菇也很稀味 這是加拿大本地的 這個菇 我們去超市看見是加拿大本地的 牛百葉 加拿大的特產啊 北極貝啊 雖然沒有你們那種生吃那麼嫩 但是這樣比較有嚼勁 這個真的很辣 哇 關鍵是我們底料本身就是牛油大辣了 又加了一把乾辣椒去炒的 真的是 這個叫什麼 豆泡 對 豆泡 稀辣稀辣 好了我來吃這個蝦了 我覺得蝦總應該會好一點 蝦好辣 蝦還不錯耶 很多重慶人 社團人說他們可以天天吃 和我 嗯 你也可以啊 可以 每天吃和我 每天就這樣的都每天吃 對啊 在重慶是這樣的 你再給他們看一下你張臉 你看我真的隨便吃一吃 可能就是台式重慶地域環境問題 那你現在是在加拿大生活啊 那你是不是 嗯 它基因已經變成這種不長痘的基因了 哇 雖然很小 小到你們都看不見 豆芽很好吃嗎 就自己家做的就很有豆味 我其實是很喜歡吃豆芽的 但是超市裡的豆芽就一點點味道都沒有 豆芽還回來的時候很容易壞掉 這豆腐是我自己做的 冻豆腐 看起來了 相比他們家泡豆芽跟做鍋底 這個冻豆腐還算是比較簡單 對 買一塊豆腐 放冰箱拿出來 就好了 好像川派的就是四川重慶那一派的火鍋 比較多吃內臟是吧 對 有 其實在如今吃火鍋就必點的 鴨腸 鮮毛肚 還有 還有什麼 黃猴 黃猴 還有黃猴 新館 對新館這些 特別是新館 我媽媽那一輩的最喜歡 重點菜吃我們都吃了 嗯 從肉到菇到內臟對吧 都吃了 豆子餅 火鍋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加什麼都好吃 如果是吃鴨腰鍋的朋友 我還是建議大家在清湯裡面煮一煮蔬菜 多吃蔬菜還是健康一點 前兩天才吃完火鍋 而且是連著吃了三天的火鍋 今天又開始吃了 這個我們一般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我們這個蜜製正宗的重慶大大牛肉果底 火鍋 沒錯說吧 嗯 吃一鍋的部分 就到這裡了 更多旅遊開箱美食 還有吃鍋 都可以關注我的頻道 好吧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說關鍵詞體驗加拿大XLot Canada 可以在下面找到我們 更多最新精彩內容 等你來體驗